北约所谓的安全 以牺牲别国的安全为代价 北约贩卖的安全焦虑 很多是自己一手造成 北约吹嘘的所谓成功和强大 对世界而言意味着极大的危险 以树立假想敌来维系存在 越界扩权是北约的惯用手法 其固守对华系统性挑战的错误定位 抹黑中国的内外政策 正是如此 在乌克兰问题上 北约鼓吹中国责任毫无道理 用心险恶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 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北约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持续散布美国捏造的虚假信息 公然抹黑中方 挑拨中欧关系 破坏中欧合作 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 谁在拱火郊游 谁在推波助澜 国际社会有目共睹